但是,你去查古汉词典,你会发现,这个告还有什么,请求,对啊,就是请父母同意嘛,请求,出去的时候请求父母同意,哎,对了,这就说到点子上了,为什么呢,那个时候我讲,父母就像天一样,我讲了绝对服从,对吧,绝对服从,你看啊,假设说在一个单位,嗯,我现在要从单位出去做一点事情,我要跟我的领导怎么说啊, 我是不是在跟他说,领导啊,我走了啊,能醒过,不行,为啥,这是你的领导,让没让你走,你就走啊,对啊,就像,你就像,你就像你跟他说,我给你接个橡皮,让没,对,所以说所谓的这个告应该是什么呢,表明,然后后边啊,加上什么,请求,是什么意思,嗯,比如说父亲大人,我今天有点什么什么什么事情,所以我想, 出去一趟,对不对,大概是什么时间回,对吧,这叫做,出币告,反过来说,想想啊,这个告啊,这叫啥,告饶,告饶了,告饶了,告饶了,求你了,服了,这是不是请求的意思,对啊,求饶了,还有这样啊,告饶了, 什么呀,告老还乡,向你的皇上,表明什么,我已经老了,不能再干活了,放我回家了,告老还乡,告急,自告奋勇,这个词你知道吧,自告奋勇什么意思,就是,永悦,永悦表明,表明,然后才有请求什么,我要上天线,自告奋勇,我要去干这个事嘛,对不对, 所以说,那出币告,反必灭,这个出币告什么,他就不简简单单的是,那个爹呀,我出去了啊,能行吗,当然是不行的了,所以说他是什么,出去之前,要向父母表明你要出去的原因,要做什么,什么时候回来,然后什么, 请求父母的允许,这叫什么,冲必告反必灭